近日,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致力于扎根海外华社传播中华文化的华兴艺术团,获颁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荣誉。 颁奖典礼前,两位华兴艺术团代表接受了中心社记者专访。 2014年,中国国务院侨办提出在海外华侨华人聚居的较大城市分期分批筹建文化中国华兴艺术团。 以整合海外侨界优质文化资源,丰富海外侨胞的文化生活。 致力圣地亚哥华兴艺术团成立于2016年。 团长关京涛告诉记者,几年来,艺术团在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组织各种形式的文艺演出和文化交流活动,以聚拢华人传播相情。 以前呢,像过春节这会儿也只是就是朋友之间,几个朋友的一个聚会。 现在呢,像华兴有了以后呢,基本每一年我们都会有一个大型的这种文艺晚会啊,或者一种专场的活动啊,会把华侨整个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有一个年的气氛。 在带动乔舍文化生活的同时,华兴艺术团也不遗余力地向驻在国民众展示中华文化。 他们在节目的编排上注重因地质疑,主动邀请当地民众观看演出,参与文化交流。 关京涛说,当看到中华文化得到了智利政府和民众的认可,他倍感骄傲。 比如说我们智利的周边的一个城市,每年有一个狂欢节。 以前只是当地民众的一个狂欢的一个节日,现在从去年和前年两年都把华兴的队伍给加到游行采接的里面去了。 有舞龙舞狮、旗袍表演还有舞处,观众呢也全是当地的各地的居民嘛,政府呢也会特别重视说,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的演出团队。 作为我们当时的心情也是很骄傲的。 2019年,华兴艺术团积极参与到华侨华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活动中。 美国波士顿华兴艺术团举办为祖国干杯大型交响音乐会,邀请中美两国的艺术家同台献议。 不仅让华人备受鼓舞,也让中华文化在海外大放异彩。 主要能代表新中国70年的一些文化精品,在那个网会上都体现了。 包括我们韩日华人在最后大家一起在全体起立唱,我和我祖国的时候,很多人都掉下来累了,幸福的累死,激动的累死。 因为你演奏的是中国都是中国精品嘛,对吧,他没有想到很惊讶说中国有这么好的涌坛调,中国有这么好听的歌曲。 巨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自2014年以来,海外华兴艺术团已达42家,遍布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 两位团长表示,他们将通过举办更多的精品活动,展示中华文化魅力,为在海外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贡献力量。 我想作为任何一个炎黄子孙,天上都有这种责任吧。 中国文化很多的精髓,现在大同世界,和谐社会,都是中国的最最能说服力的事情。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中国文化是最好的说服力。 觉得既然自己是其中的一员,就有一份责任去做这些事情。 就是用自己的一个小的星星之火的一个力量,来逐渐地扩大燃烧的面积,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